既然我们这个课程是要做一个倒计时的效果 那么我们像这样使用写死的时间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在这一节呢 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如何计算倒计时所需要的时间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定制一个截止的时间 那么倒计时呢 就是从现在一直倒计到截止时间为止 为此呢 我声明一个新的全局变量叫做end time 那么这个end time呢 使用date的方式来新创建一个时间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是在javascript里 月数这个参数是比较特殊的 它是从0开始一直到11 也就是如果传入0代表的是1月 传入11代表的是12月 所以在这里我想把这个月份设成7月就需要传6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二点呢 就是大家可能观察到了 我们的这个demo的倒计时呢 在小时这个位置只有两位数字 那么换句话说呢 一天有24个小时 最多呢 也就倒计时4天 这是我们这个程序在设置时候的一个限制 如果大家需要打破这个限制 那么在学完这个课程可以把小时扩充成三位数 甚至增加天的倒计时 月的倒计时 甚至是年的倒计时 思路大致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个demo呢 在设计的时候呢 就是暂时设计成这样 所以我在设计日期的时候呢 距离现在不会超过4天 那么当我们有了这个截止日期以后 如何在这里获得当前的时间距离截止日期 具体有多少个小时 多少个分钟 多少个秒钟呢 那么 JavaScript的Data 这个对象提供给我们的一个getTime方法 它返回了当前时间 距1970年1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的毫秒数 那么用这个方法 减去这个截止日期的getTime得到的这个毫秒数 就得到了中间的差值 也就是之间要经过多少毫秒 那么通过这个之间的毫秒数的判断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我们需要倒计时的具体的小时分钟和秒数 那么在这里 由于我们这个倒计时 一秒一秒钟的变化之后 要加上动画的效果 这个动画的效果 要不停的和当前的时间做一个比较 为此呢 我们设计一个全局的变量 来表示现在倒计时需要有多少秒 这里我把毫秒呢 在一会的计算中要再转换成秒 这是因为毫秒这个细节呢 我们是不需要的 那么在这里这个变量 我管它叫CursualTime Seconds 初始化为0 之后 我在这个具体的Render之前 对CursualTime Seconds进行一个计算 这个具体的计算呢 我封装在一个新的函数里 这个函数呢 叫做GetCurrentShowTime Seconds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函数怎么实现 通过刚才的介绍 大家也应该大概了解了 在这个GetCurrentShowTime Seconds里 我们首先呢 声明一个变量 我管它叫做CurTime 来获取当前的时间是多少 之后我用一个变量叫做RetReturn 来拿到截止的时间 我用GetTime取得这个毫秒数 减去当前的时间 GetTime得到的毫秒数 再之后对这个Ret我给它除以1000 就是把毫秒转换成了秒 同时呢 用Math.Round给它转换成一个整数 最后呢 这个Ret就可以返回去了 但是在具体的返回时呢 我还是要判断一下 这个Ret是否大于等于0 如果大于等于0 则返回Ret 否则的话返回0就可以了 这样如果倒计时已经结束了的话 屏幕的显示是0 那么这样我们这个函数解析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只需要在Render函数中 根据我们刚才得到的这个 Curational Time Seconds 来计算具体的小时分钟和秒钟就好了 那么这个具体的计算呢 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首先对于小时的计算呢 我们只需要对当前的这个总共的秒数 除以3600 就是一共需要有多少个小时 而对于分钟的计算呢 相对比较复杂一些 我们需要将总共的秒数 减去这些小时所代表的秒数 那么剩下的时间呢 就是有多少分钟多少秒钟 这个数呢 除以60经过强制类型转换 得到的呢 就是具体有多少个分钟 最后我们计算具体有多少秒是最容易的 我们只需要把总共的这个秒数 对60去求鱼 得到的这个鱼数 就是有多少个秒数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此时程序运行出来显示的时间 就是距离我们刚才设定的那个end time 还剩下多少个时间 而且呢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加入动画 但是呢 我们每一次刷新浏览器的话 这个时间呢 就会逐渐的变化 来反映出我们刷新的哪一刻 距离我们设计好的end time 还有多少时间 我们离我们的最终目标 已经越来越近了 大家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